哈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今天呢我变成了一只小猴子 我们看一下剧情的开始 其实你是失忆的美猴王 被刺客打晕后我失忆了 你要带着兄弟们去复仇 难道我真的是美猴王吗 可是我看我这个地方 它也不像啊 这个家徒四壁 房顶还漏风啊 我们打开门出去看一下 啊 乞丐 这个丐怎么是锅丐的丐啊 这个让我真的相信 我真的是猴王吗 而且我的邻居是穷人和富人 我家门口有两个碗 难道这就是我平时要饭用的吗 算了还是在自己家里面走走吧 我怎么不小心丢下去了 这下方有非常多的小猴子 他应该可能就是我的士兵吧 这应该不是我的士兵 他们居然打我 不过这个传送点的话 直接可以把我传送回花果山 我现在有点想起来了 原来我真的是猴王啊 看看这个猴王的家 真的是太富裕了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不知道你喜欢孙悟空吗 如果说你喜欢孙悟空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个一哦 我现在真的相信我是猴王了 你看我直接拥有了64个小猴子 我们来把自己的装备穿一下 我还有这个飞行背包 最主要的是我现在有了狙击步枪 有了这把枪以后啊 那真的是太牛了 我们现在把装备穿起来 好 现在呢我就要去复仇了 带领着我的小猴子军团 从这里下去 我们先把我们的小猴子放出来 小猴子 为什么这只小猴子直接着火了 不会吧 这猴子这么强的吗 直接把小伙伴直接送走啊 看来我们的这位小伙伴 真的是无处可逃啊 我自己不动手的情况下 他都跑不掉 64个小猴子一起放出来的话 那可真的是太牛了 我怎么受到伤害了 这个的话是因为 这个妇人的房顶有这个 有这个队长 这个队长的话 之前他跟我是仇人啊 我们找一个房顶去狙击他 直接放倒 看来的话还是有意外有风险的呀 我现在悄悄的溜上去吧 我的小猴子军团放上去 不过他这个好像有这个击退效果 我放了一只猴子上去 不知道这个猴子厉害呢 还是这个大队长厉害 我去又着火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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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现在放了非常多的猴子在上面 看看我的猴子能不能战胜啊 不过他好像不打猴子 他们这个生物弹之间是不战争的 他们只打人类 好的小伙伴们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